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而且当初还有很多人是因为茶叶外销而致富的 没错 所以今天我们要带各位来认识一些 您一定要认识的台湾重要茶商 这些茶商到底在哪里发迹 还有它的发迹地现在又有哪些好吃好玩的 一并告诉大家 央企道的专家来宾 首先第一位就是我们的历史老师 陈启鹏 陈老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接下来是我们的世界遗产领队 马基康 马老师 各位观众大家好 再来邀请到的是旅游达人图杰 今天带着大家来找茶 还有旅游达人蔡亦凡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今天因为很多老师来到现场了 这亦凡也不敢造次了 看起来端庄娴熟 但是今天我们不只要带各位来找茶 我们还要找找看 到底谁是台湾最早在找茶的代表性人物 来看到电视墙 一些您不能不认识的台湾重要的茶叶之父 首先第一位 1869年的台湾茶叶之父到底是谁呢 来看到这一位就是李春生 他对台湾的茶叶贡献到底有哪些 好 那我们要讲到的是说李春生出生平寒 他的父亲是替人家百度的传工 那我们也都知道百度哪能够赚得了什么钱 所以他三餐温饱都已经不容易了 更不要讲说还要让小孩念书 所以李春生没有读书 没有读书变台湾的茶叶之父 是 而且他还没事还要卖水果帮忙贴补家用 那为什么可以成为台湾茶叶之父 这就跟他父亲有莫大的关系了 父亲不是在百度吗 对 因为他父亲在百度的时候遇到一个传教士 向他介绍基督教 他觉得很有道理 就带着李春生去受洗了 结果这一受洗就改变了他的命运 因为李春生抓住机会 跟传教士还有教友们学习英语 学英语 没有念过书但他会英文 对 没错 所以他后来练了一口流利的英语之后 后来就被洋人看中了 找他去当买办 所以他后来去工作四年之后 累积了第一桶金 所以他就到厦门去创业 开了一家四达商行 想说让自己的生意四通八达才员广进 是 结果受到太平天国之乱的影响 他的生意大受打击 还好他有认识一个洋人帮了他 让他度过难关 甚至到后来干脆把他介绍 跟他关系比较密切的另外一位洋人 就是约翰陶德 约翰陶德后来因为想要开拓事业来台湾视察 他就带着李春生说来你来当我的买办好了 所以李春生才有机会来到台湾 开启他的经商事业 因为遇到了约翰陶德才到台湾来 对 那约翰找这个李春生当买办 他有一个重要的工作 就是替他发展茶事业 那所以李春生不仅要替洋人去福建 去买优质的茶苗 还要指导台湾当地的茶农 去如何种茶制茶 那他们种出第一批茶之后 想说到厦门去卖看看好了 他们也只是尝试性质 没想到大受欢迎 卖得很好 他就觉得我对台湾的茶叶有信心了 所以后来他们就继续扩大规模 还引进相关设备 那提升的品质跟产量之后 他们就想说这么多的茶叶 我们来去推向国际市场看看好了 所以他们就卖到美国的纽约 还做到外销去啦 是 而且为了打响名号 李春生还在那个茶叶的标签写上 福尔摩沙乌龙茶 把台湾的名牌打出去 是 结果一带过去之后 美国纽约那些商人喝了 哇 非常的惊讶 怎么有这么好的茶 结果纷纷抢购213吨瞬 瞬间完售 213吨是要乘以1000就是公斤 那非常吓人的容量 所以卖完之后也就让台湾的茶叶登上国际舞台 李春生才会因此得到一个称号 台湾茶叶之父 对 不过他因为金仓赚到了钱 赚了不少钱 当时台北有所谓的三大富豪 李春生因为茶叶成为第二大富豪 他的资产达到120万元 不是日元 是银元 银元 对 就是大清发行的银元 那也因为他在地方上很有名望 所以日本统治台湾之后 也非常敬重他 还特别邀请他到日本去游玩 玩了64天 所以日本人还请他去日本玩啊 对 所以他就把这个64天的经历写了一本书 而且还勘载在台湾新报上 所以他又斜杠出一个身份 什么 台湾旅游作家始祖了 所以他算是最早把茶叶引进台湾 也是台湾最早的旅游部落客 对 所以有人把他誉为是一手卖茶 一手写书的台湾第一人 你们听听有没有道理 我怎么觉得有点厉害啊 当初不适智 后来学会英文之后呢 开始引进茶叶就开始致富 那时候叫我儿子英文念好就好 对 而且要认识一个外国人 约翰陶德 因为算是他的贵人嘛 就是这两个人就是 一个很棒的partner 对不对 蛮好事 约翰陶德的故事听说也很传奇 对啊 其实不只英文要学好 更重要的你会发现 两个都有异曲同工之妙 都是出身贫寒 所以你想到刚刚这个李春生 李春生他的父亲就是一个百度的 帮人家摇摆传的 那可是呢 你可以看到陶德 他其实出生英国曼彻斯特 他在12岁的时候就远离自己的故乡 千里迢迢 当时没有飞机哦 他来到哪里 来到香港 在当时香港有很多的洋行 他其实就在当时最有名的一个 叫电特洋行 当学徒 想看我们12岁在干嘛 还每天为了考这个中学 我小六年级而已 被律师打包可梦机台啊 对 他当时真的实现了 航海王的这个梦想 来到香港 当然刚开始当学徒啊 打杂 可是因为很机灵 很灵巧 所以后来也被洋行重用 让他学部技啊 学买卖生意的这样子一个步法 后来他22岁的时候 刚好又赶上了风头浪尖 为什么 因为1860年台湾开港 包括像户伟啊 安平啊 等等 陆港啊 通商通行 所以他当时来到台湾 来寻找这个新大陆的这个机会 刚开始其实他选错行啊 因为他本来是想要做蟑螂的这个生意 可是你发现像我们刚刚提到 虽然三大的一个产业 蟑螂 蔗糖 还有包括茶叶 可是早期蟑螂呢 在后来清朝的时候 其实第一个 专卖 第二个呢 你要输出的港口 只有在基隆跟淡水 所以限缩了他的这样子一个生意的往来 所以他想要在这个所谓的蟑螂业发展 事实上碰到了这个阻碍 可是也因为这样子一个走踏的关系 张老生意做不成 那怎么办 因为周边其实台北盆地 当时就有很多种茶的这样子一个过程 可是台湾茶当时虽然还不错 可是他看到了这样子一个商机 当然他先试着把台湾茶运到哪里 先运到澳门去试水温 试了水温觉得还不错啊 可是第一个想要改良 所谓在台湾种茶的品种 所以就提到了 刚刚提到李春生 所以也开启了 哇 可以看到台湾茶叶的这种黄金岁月 所以我们讲说台湾乌龙茶之父 虽然有人说是陶德 有人说是李春生 可是我觉得他们两个关系 真的渔邦水 水邦鱼 少一个都没有办法完成这种 所谓茶叶帝国的生意 但不管是渔邦水或水邦鱼 其实我发觉李春生跟陶德 当初还好没有组成偶像团体 两个都很帅 而且我们刚刚提到 他主要在走跳的地方就是大稻城 似乎这茶叶变成了一个 大稻城财富的起点了 所以那我就要问一下图结了 既然茶对大稻城那么重要 现在去大稻城还可以看到这些古茶行吗 刚刚听了这么多故事之后 如果想要实际的来见证的话 大稻城这边我推荐一家 这里有一个叫做活的茶叶故事馆 活的 对 怎么会说它是活的呢 首先它历史很悠久了 是在1934年 目前到现在已经有88年的历史 它之前的主人叫做王连和 它其实就是经商茶叶致富的 也是因为茶叶致富 那其实在这里呢 它现在已经变成一个 有点类似像博物馆的感觉 可是是完全免费参观的 对 那当年你想一下88年前 能够盖这种洋楼建筑 一定就是去南洋经商完之后 回来可以好好建一个 对对对 显摆一下 那它现在也不小气大方的让大家看 所以在一楼比较前厅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他们以前比如说 经商刚刚讲这个茶香出去的时候 上面都会盯上Fourmosa 这个包种茶的字样 都会在外面这边看到 以前的这些历史痕迹 再走进去我觉得是最值得看的 他们有一个就是茶叶的工厂 那刚刚讲到六个步骤 其中两个步骤我觉得其实是最重要 一个叫做培火 也就是在这个茶叶 他们要这个收干的过程 这个其实是所有的培火师 最重要看到他们的经验值 工夫 对因为以前现在可能会有很多的机器 可以来去炒茶青 但以前他们是用所谓的培笼 那在这个里面 他们就把培笼的那个坑 全部都留下来有十几个 接着到二楼的地方的话 可以看到他们以前经商 所以就会有一些帐簿 然后他们的柜台 留下来的这些文物 有三千多件在里面 三千多件 所以真的是可以从古至今 好好看一看台湾茶叶的发展 最后大家到那边除了听故事 脚酸了当然也要喝一口台湾的茶叶 有的喝吗 有他们在二楼这边的话 也可以让大家坐下来 好好的品尝台湾的茶 这个古茶行当初我有带小朋友 不小心经过 那时候没有懂那么多 我们就只有进去晃一晃 晃一晃之后呢 我出来才发现 其实他们还有很多王家之后 像是那种知名的棒球选手王传家 也都是这个茶商王家的后代 算是出了很多名门 你也姓王的 可惜我不要喝茶的 可惜啊 真的要看台北历史 最有味道的地方就是大稻埕了 真的不是只有这一间博物馆而已 连吃的都是很多古早味 别的地方没有的 一凡你推荐哪里 因为我觉得大稻埕整个就是古色古香 所以我们一定要吃古早味 而且我建议大家把它当成brunch来吃 为什么一定要brunch呢 因为它中午之后你可能就吃不到了 而且我首先推荐这一家 它是已经传承到第四代了 再怎么找呢 它在磁森宫附近 然后你就会看到路边一颗 榕树虾 就是那一间 余天开的啊 对 不不不不不 这家肉粥非常有名 是在地人都会去吃的 那它的肉粥有什么特别之处 你看它的肉粥看起来好清淡 对不对 它其实汤头是用柴鱼跟香菇下去熬煮的 所以是非常清甜的这个汤头 不是我们一般想象的这个粥品会那种稠稠稠稠的 它其实是用生米直接去煮的 所以它是粒粒分明的粥 吃起来是有口感沙实的 然后会有饱足感的 但是整个口味是偏清淡 为什么要偏清淡呢 重点就在旁边这里 配菜 它的炸物不得了 它的炸物是他们的招牌 首先我最爱的是海鲜炸 就是各种海鲜 它都是当天现捞的海鲜 比如炸芋子 那个外面脆 然后里面那个海味这样碰开来 对 很鲜甜很好吃 早餵的对 对 然后必点的还有这两个 就是炸红烧肉 这个红烧肉它里面就是不会太柴 然后还是有一点那种保持肉的 温体猪肉的那种湿润的口感 然后外面脆脆的 所以我推荐大家就是一定要一碗粥 然后再配上它的炸物 还有一个 什么 不点你会后悔 你看到你一定要把它点起来 什么东西 炸豆腐 炸豆腐 炸豆腐是可遇不可求 它经常都缺货 一样是秒杀款 哎呦 它炸豆腐差不多11点左右就会卖光了 所以你有看到一定要点起来 也是一样里面就是软嫩的不得了 而外面是酥脆很对比 老皮嫩肉的感觉 老皮嫩肉的感觉一定要点 而且它旁边还有这个腌萝卜 所以可以调一下你那个刚刚吃炸物 然后把它有点解油腻的清爽感 那另外一家呢 是已经来到了第四代百年老店 这个给更呢 其实在地人一定都知道 它已经经营了超过百年的历史 它为什么特别 因为一般给更外面的皮 我觉得不是那种太硬的 就是可能是有点软软的感觉 但它是炸的已经有点脆脆的口感 里面呢是满满的这个不瘦又不柴的猪肉 然后包覆着洋葱 提味 对 所以有提味之外呢 还有一点那种就是湿湿软软 这样子的这种口感在里面 所以你吃进去你会觉得 跟外面的给更很不一样 所以我建议大家先吃一口原味的给更 再搭配它旁边这个独家的酱料 那个味道又再更提升了一层很不一样 如果这时候还有一瓶生啤酒的话 完美 完美 搭起来 我让许就已经这样子开喝了 真的是很厉害 来来来 所以到大稻城 我们又逛了古茶行 又吃了美食 跟过去的走马看花不大一样 白天的行程很丰富 可以这样安排 那晚上的大稻城 图杰也别有一番风味吗 我这里也可以有一首歌 也太美 有有有有 萧敬腾也来啦 对 在这边大稻城的话夜晚其实也非常漂亮 那刚刚有讲到说这边以前是集货 是因为旁边有一个码头 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完古迹吃完不让起之后 我们也就可以往码头边移动 我很建议大家在夕阳时分的时候过去 你可以看一下那边的这个河景 以及那边现在点了很多的灯 那我最推荐大家 刚刚不是有讲到说可以来一杯生啤酒吗 这里真的有 真的有 没错 在这边其实他们最新的话就是有货柜市集 而且像今年的话他们都有新进的店家来进去 对 所以在这里面可以吃各种的异国料理 有泰式的啦 有美式的 然后也可以来一杯啤酒 好好的来看看夕阳或是看看他这边的夜景 那如果你觉得说你不想要只是双脚踏地的话 你想要好好的来游河也OK 这边有码头的这个夜行 大家就可以搭的船走蓝色的水路来好好的看看这边的景色 晚上也很美 而且这货柜市集我发觉有很多年轻的朋友都在脸书上打卡 好有时候来这里享受的是一种异国的氛围 而且还可以看着潮男潮女感觉很不错的 所以整天的这大澳城待完之后呢 晚上如果是外地来的要找个地方住 亦凡 住哪里了 我就问你们大家想不想念日本 想 我立刻带大家飞奔到位在台北市中心的日式豪宅 啊 日式豪宅到底位在哪里呢 还有哪些重要的茶商你也一定要认识一下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